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岂不是祸患临到不意的 灾害临到作孽的呢 有摩尔多瓦民教会舞蹈团的特别现实 海外之教会摩尔多瓦民教会舞蹈团的特别现实 包括摩尔多瓦还有俄罗斯在独立地传讲着这生命的福音 向着主的生生献上外面赞美 一百八十三章父神的心 将荣耀归于父神 唐会长见证约伯基讲节第八十八 将约伯与我们心灵的比较 感谢现场特别现实的摩尔多瓦民教会的舞蹈团 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上一一讲呢 我们讲到了神的意念与人的意念又怎么不同 约伯的意念与神的意念是非常的不同 神是为了自己祝福在熬练着约伯 但是约伯仍然领悟不到神的爱 而且怨气积淀很深 埋怨神 知道这一切的神呢 在个人呢 在最好的时候为自己最好的 而允准各自适合的熬练 在人的想法里面好像是祝福的道路 但是神有可能说他不是 在人看来好像是苦难之路 但是呢 在神来看呢 可能是觉得那条路是蒙得祝福的解禁 所以呢 如果说是真正信神的人 信口神的人呢 就不会固执己见 而交托于神的旨意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 这样的人来说呢 苦难是蒙福的又一条捷径 是港湾的条件 诗篇19篇71节里面说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我要是我学习你的律例 在面临苦难的时候 能发现自己更加改变 而成为真理之人 因此要把通过熬练 带领成为真正义人的神的爱 民可在心 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也要结出变化的果子 而充满祝福的见证 奉主的命 祝愿大家 但是呢 熬练呢 不是 那神的旨意 赐予的这样的熬练呢 使得一变化的祝福 但是因着自己的罪 而自找的话呢 自取的话呢 就不能够说是神 其余的熬练 自己做错了 自己犯罪 而面临难处 面临是他 有这个疾病专控 但是有所神熬练 他呢 不能够这样来说 这也一定要民可在心 看本文呢 约伯呢 把自己的疲惫状态呢 说得非常的凄惨 约伯记 三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 我心里反忧不堪 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 我没有日光 就哀哭行去 或做 我面发黑 并非日晒 我站在 会中站着求救 约伯在患乱当中 所以他的想法呢 是非常复杂 和混乱 他说 我面发黑 并非日晒 这是说 没有人照顾自己 在 流疮水浓血的情况下呢 这个 皮肤变得黑 还说呢 我站在会中 站着 求救 这里面所说的会中呢 是指人们的聚会 非常的悲惨的处境下 便在大众面前 求帮助的约伯的心情呢 有多痛苦呢 再加上 约伯过去得到了众人的爱戴和服饰 享受了荣华富贵 那约伯的智慧和知识是多么的超群 连王子 那也是为了听到他的一句话呢 在他便接经过不着声 这样 得到众人的信赖 和尊敬于一身的约伯 现在却在 苟延残喘的辩解 让大家理解他 但是呢 他自己得到的呢 不是安慰和爱 反而是 只有 自责 讥笑 那约伯所受的痛苦是有多大呢 请大家想象一下 那大家站在约伯的立场上 听到的时候呢 就能够理解约伯的心情 也会更加蒙恩 领悟 其中的一点 不要想呢 说约伯就是那样 大家生活过来的这样的 这个人生当中呢 有这样这样被自己受痛苦 人们在瞧不起你 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呢 要对照在自己身上 请想一想那种情况 这样的时候 自己有多么痛苦 自己随时里面呢 有不平不满 每当遇到了的人呢 都会觉得很讨厌 很烦人 发脾气 我的 我也是这样 约伯呢 真的是 可以 真的是 有可能这样的 不是说约伯是对的 约伯的这种痛苦呢 希望大家的 都能够产生一下共鸣 那约伯的内心深处的恶 还有自己的恶呢 都要有所领悟发现 但是 我们在这里面 要知道的是呢 就算是辛苦 就算是难 痛苦呢 也不能够去依靠人 这是不对的 神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求 就寻得见 敲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此 有信心的 我们呢 只要恳求神 而得到应运 问题得到解决才好 约伯呢 想求人的帮助 所以呢 受人 直至点点 非常的悲惨 因此呢 在钻研三章五节说 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诗篇118篇8到9节说 投靠耶和华 强势 依赖人 投靠耶和华 强势 依赖王子 我们在凡事上 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方法 也不要依赖他人 要为凭信心求神 在神所赐给的恩典当中 充足地去担当 大家不要依靠 不依靠人的人 说不相信别人 但是你也不能够说 相信自己 不相信别人 就是说不能够说 自己的内心 诉说自己的内心 那么自己呢 生活得非常的孤独 落单 这样也不可以 神不是说 让你这样生活的 唯有依靠人 也不要说相信自己 去依赖自己 不能说是自暴自弃 随意地去生活 不是这样的 而是呢 要依赖神 在什么事情呢 都要求神 在神那里得到问题的答案 一定要努力地去求 不要说去求了 也没有得到应允 这真理里面 圣经里面呢 说神为什么不能够去应允 大家呢 一定要通过这圣洁的福音 发现自己 那所求的都能够得到应允 能够幸福的 喜乐的 能够倾听周围人的这个难处 给他们解决成为这样的人 神能喜悦 依靠神的儿女 事实降下秋雨春雨 会赐予高超的应允 他这样的蒙德恩典 体验神 一次两次之后呢 就会渐渐地得到信心的成长 我们就能够依靠全能的神 成为这样蒙英典的信仰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领悟 不要说依靠人 依靠他人 也不能说相信自己 或者是说我不能够相信任何人 不要说这样辛苦的难 痛苦的生活 要仰赖神 依靠神 那自己的生活当中 没有什么事情 说解决不了的时候呢 要在谦卑的到神面前 将被自己去求神的时候呢 神就给予我们应允 那在体验到的时候呢 就好像是得到了世上的一切 大家如果说有一次两次 这样的事情呢 就会没有任何的担忧而生活 与神之间呢 就会有非常好的一个信赖关系 会很幸福的 那大家要知道这样的信仰和原则 那自己在信仰生活当中 有问题的时候呢 如果说寻求神 求神也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呢 一定要呢 去邀请探访和祷告 那大家想要得到解决 大家要求神 没有去做 然后呢 就接受有能力的仆人的祷告 就能够得到解决 也不是的 相信现在一样一定要去寻求神 求靠神想去 在神变前祷告 在话语当中寻找答案 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不太明白的时候呢 就要通过这个仆人呢 去接受祷告 接受这个探访和祷告 如果说所次的话语呢 抓住他而做祷告的时候呢 就能够得到解答了 自己不去解题 但是呢 就好像老去找这个补习的老师 那怎么办呢 自己就不能够得到成长 所以呢 大家要邀请周围人的祷告 这种帮助呢 是很智慧的 虽然说是这样 但是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呢 一定要成为更加好的关系 要能够去叩门 去寻求神 但是约伯却不是这样 跟神去求帮 跟人去求帮助 但是人们就不去 倾听他的话 也不去听 不去理解他 那现在他正在吐露他的这个难处 接下来的本文里面呢 约伯对于自己呢 在说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表达 约伯记三十章二十九节里面说 我与野狗为弟兄 与鸵鸟为同伴 首先 野狗为弟兄 是 那野狗狼是怎样的动物呢 是非常的凶狠 残忍 东张西望 忽视眈眈的定着猎物 抢夺 偷取猎物 是具有坚恶的属性的 所以看圣经里面呢 把野狗呢 比喻成假预言者 敌对神的 或者迫害使徒的 反对 使徒的人 那比如说耶稣在 拆七十个门徒 路加福音 十章三节说 你们去吧 我拆你们出去 如同羊羔 进入羊羊群 使徒保罗都是把迷惑羊群的 假先知 比喻成野狗 狼和狼 那 使徒 行传二十章 二十九节说 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豹的豺狼 进入地门中间 不爱西洋群 但是约伯呢 在本文当中 把朋友们 比喻成了野狗 说 我与野狗为兄 有为弟兄 约伯呢 在呼吁他自己的难处 但是朋友们呢 没有安慰他 反而是责难他 只 只甜点细小汤 所以呢 他心里非常的别扭 把朋友们 比喻成了在 对我当中 也非常恶的野狗 是善呢 还是恶呢 是恶 那这样的面貌 自己里面是否有呢 特别是在家庭 当中 那 比如说 对配偶非常的不满 说了一些 很不好的话 非常恶的话 那比如说 做一些 非常不好的词汇 非常讨厌 他说这样的话 或者是呢 在 绕着弯的说话 觉得是 非常大的恶 那自己在感叹自己 恨谈 比如说 朋友们呢 是不好的 还有 约伯呢 说 与鸵鸟为同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圣经里面呢 鸵鸟属于可憎的动物 是残忍愚蠢的动物 要不然呢 约伯怎么会说 自己与鸵鸟为同伴呢 鸵鸟呢 好像长得 从远处看 好像腿很长 跑得非常快 但是呢 看他的这个 嘴啊 和他的这个 长得是非常的 不太好看 约伯呢 就是说 他背离弃了 在 比喻他 孤独的处境 自己是野狗的弟兄 是鸵鸟的同伴 那就是说 在叹息自己 像动物一样 成为了 没有价值的人 为此而难过 看接下来的本文 约伯记30章 30到31节里面说 我的皮肤黑而脱落 我的骨头 因热烧焦 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 我的消声变为哭声 约伯的皮肤变黑而脱落 再说明 深入骨髓的痛苦 和疼痛 那在鼠楼上 就是这样的身体呢 在流浓 和窗水 那就是一个 皮肤病的一种 然后呢 又裂开 又长好 然后呢 这结痂的部分呢 又裂开 那皮肤呢 就是 皮肤呢 也会 有这样皮肤病的话 皮肤也会变黑 就是一个 深入骨髓的一种 疼痛 他这样子表达自己 还有呢 约伯在把自己的绝望 和伤心呢 比喻成了乐器的声音 通常人们呢 通过 唱歌和演奏呢 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那心情喜乐 愉快的人呢 就会唱幸福的歌曲 怀着喜悦的心情演奏乐器 相反 伤心的人 就会唱 伤心的忧伤的歌 然后演奏 忧伤的音乐 而抚慰悲伤 世上呢 有人说 歌手呢 唱悲伤的歌呢 就好像 这个歌词一样 得去生活 那世上的人呢 也会这样说 那大家的生活当中呢 在很难 很孤独的时候 在世上的时候 那就会唱 通过在世上的 这个歌 歌里面呢 去找到这个 悲伤的词 然后就说 这个歌 好像是我的心声 为什么作词 做得非常好 音乐也非常的好听 那约伯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约伯在面临患难之前呢 琴声和笑声呢 是他的快乐 但是呢 现在呢 他现在绝望当中 所以琴声呢 他感觉像是痛哭声 笑声呢 也是伤心的曲调 琴声和笑声 像悲音一样 是非常凄厉的 哀伤的状态 各位圣徒们 他这里面呢 我们要领悟的是什么呢 就是充足的信心 有充足的信心的圣徒们 在这样的绝望当中 会有怎样的行为 会有怎样的行为呢 一定要领悟一下 全能的神 仰望全知 全能的神 喜乐的赞美 祷告 他已被扔进狮子坑 还有他的朋友呢 被扔进火摇里面 在面临这样试探的时候呢 他们一点都没有绝望 反而是感谢神 所以他们没有伤到 一丝一毫 他们有这样惊人的体验 如此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追随神的旨意去行 那么知道一切的神呢 就会在瞬间来做工 打开一条躲避的道路 相互效力 成就他的美意 为顺从 话语 喜乐 感恩 祷告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那么约伯 大家在读一节一节 让我们能够了解约伯的生活 还有对照我们自己的生活 还有约伯做得好的 和做得不好的 还有真理和非真理 在进行说明 那么约伯呢 在坎坎自己的人生 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说是属灵的人 就不会这样 要领悟才好 上周呢 万民的广播里面的一个故事当中的 一个弟兄就是说 他去预备军 他就觉得心情非常的不好 不能够看手机 就是觉得有些不满的这种情况 然后呢 内心呢 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想这个时候呢 属灵的人 会是怎样的 内心呢 使梦得了很大的 那天我们的圣徒们 真的是不一样 在生活当中 那以自己的情感 和自己的一种心情不同 那如果说有属灵 属肉的面貌 那也要到告发现自己 在这里当中 寻求答案 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说属灵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也会喜乐的 高兴的 他自己达到了这样的答案 那我也想了一下 如果说是属灵之人的话呢 那个情况下 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那么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做 觉得非常没有意思的 这种情况下 那么 在其中呢 也要寻求真理 那就是什么呢 看周围的人 要想 大部分人呢 都会觉得很没有意思 情绪非常的低 在这样多的人里面呢 我遇见了神 有多么喜乐 多感谢呢 这是多么蒙福呢 大家 看大家怎样想呢 虽然说 我不经常呢 用 坐公交 但是呢 偶尔的也坐过 这个公交和 动车 那我就会听 赞美 或者是听到 但是有的时候呢 看别人就会想 那么共同的就是 我的内心里面想的就是 看这么多人呢 有的时候呢 是下班的时间 就会觉得非常的疲劳 有的人呢 在犯困 有的人 我们大部分人呢 都在看 智能手机 那我就想呢 我是多么蒙福呢 在听到 听赞美 想着神 有多么幸福呢 那么这样想的时候呢 内心就会不觉得 非常的高兴 那么在乘公交 或者是地铁的 这些人当中 有多少遇见神的人呢 知道神的人呢 那我要成为一个 努力传达 福音的人 大家要看 大家有怎样的内心 和想法 是否有熟灵的意念 或者是熟肉的意念呢 那这个选择呢 就看大家了 其结果呢 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人当中 我得救了 我是天国的百姓 得到了神的爱的人 我是多么喜乐呢 那么 脸上就会不觉得充满笑容 那么看人们的表情 职场 还有学生们 在用地铁的时候呢 看人们的表情呢 没有喜乐和感恩 特别是下半时间呢 那是非常的疲惫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情况 现在大家能够微笑 要想一想着树林灯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 那么要想一下树林灯人 会怎样做呢 神所愿的是什么呢 那如果说是这样生活的话呢 就能够听到 圣灵的声音和主管 那就会非常容易了 那么要这样做的 但是约伯是怎样做的呢 约伯呢 也想 不知道呢 全能的神 也不知道 吃爱的神 所以呢 不能够摆脱 现实的悲伤 再继续先在这种绝望当中 到此呢 是约伯记三十章 那约伯记三十章里面呢 讲了约伯所经历的患难和痛苦 那现在开始的三十一章里面呢 具体说明了约伯呢 他讲自己是多么公义的 干净的一个个的 具体的进行说明 约伯记一章八节里面说 耶和华问撒旦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为神远离恶事 神都这样称赞他 约伯呢 他过得非常正直 神为什么这样 如此的称赞约伯 那么能够非常了解 这些方面的约伯的告白 从现在开始 我们来查看一下 到现在 这人像我生活的非常的公义 在三十一章里面呢 进行说明 不只是说自己来夸耀自己 也是真实的 也是事实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想了 神称赞约伯 是有可能去称赞约伯的 我们一定要有所领悟 那我们圣徒们呢 在听到的时候呢 要与约伯来比较一下自己 要想一想约伯呢 在神面前得到了神的称赞 那在经上熬练的时候呢 都发出这样的恶 那我呢 那约伯所夸耀自己的 这种行为 约伯所说的这种行为呢 我们在对照自己的时候呢 自己是非常缺乏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自己如果说是像约伯一样 经受奥恋的话呢 自己会 暴露多少自己的这种恶呢 那这样是不可以的 那现在要说明的约伯呢 就是我是这样生活的 那么他这样说的 真的是非常正直的 非常端正 但是内心深处的恶呢 他还是有的 那么行为呢 就没有不完全的人呢 那内心里 他的那种恶呢 会更多 所以大家要发现自己的不足 那如果说是发现了的话呢 要成为一个发现的时间 变化的时间 约伯记三十一章 一节说 我与眼睛立约 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 那约伯 这就是说约伯呢 在说自己的一个信条 于是在立约的什么事情呢 在仗着良心 有的人呢仗着祖先和家庭 打着名义和这样的去发誓 那每一个人呢 的信念和价值观呢 都看自己是怎样选择的 那约伯呢 其中所说的就是自己的眼睛 所以说与眼睛立约 不沾望处女 这是什么意思呢 约伯呢 物质名利 全是健康 智慧知识等一切方面呢 都没有不足之处 但是呢 约伯呢 说 富有的人和全是 有全是的人 他们不喜欢这样的奢靡之风 那一般呢 有全是的人呢 他们就非常的喜欢 这种艺术音乐 跳舞这样的风气 那其中呢 酒色 那是酒 还有女人呢 是享乐的 主要原因 那没有追求这样的世俗风气 是他认为这件事情不合乎神 这也是呢 他说不坚引的一个决心 那约伯的心呢 那约伯的心呢 就是这样的洁净和纯洁的 因此呢 约伯没有这种坚引的心 所以呢 他说守住自己的眼睛 立约不沾望处女 人的眼睛呢 人的眼睛呢 会随心所动 还有呢 眼睛所看到呢 就会传达成为想法 装在心里 眼睛看好的 就会有贪心 看了不该看的 而产生有坚引 特别是现今呢 有很多的视频和杂志 各种媒体 能够很容易的 如染上坚引 神的儿女呢 一定要注意这些 大卫 那坚引呢 不是说在行为上做了 就是坚引 你的想法当中 有这样的想法呢 也是坚引 圣经里面 我们的主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现在呢 有通过视频呢 有很多的这个坚引 坚引的淫乱物呢 有很多 那么男女之间 虽然说没有行 这些情欲知识 但是看这些淫乱的视频 然后呢 来填充自己的 这种坚引的方面 不是说呢 不想去坚引 才这样做 用这样的东西呢 一直呢 在使自己的眼睛 和自己的内心呢 变得更加肮脏 这样做是不可以的 那时尚的人呢 对事成人来说呢 是自由 但是如果说是 神的耳里的话呢 连这种坚引的属性呢 也罪性呢 也要离弃 自己所听的 看的 说的 这些 世上的人呢 也说很多 淫乱的话 不要接触这些 那么内心里面的坚引 也能够离弃 大卫王呢 看乌利亚的 妻子八十八 洗澡的场面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发动了 眼目的情欲 他没有去阻断这些 来接受了这一切的时候呢 就想得到 这个女人 产生了这种 肉体的情欲 其结果呢 行了情欲的事情 与他同情 把乌利亚的 把这个乌利亚呢 派到战争的前线 让他死在战争当中 因此呢 他自取很多奥恋 如此 人呢 因着眼睛来看呢 犯罪 非常容易这样的 所以耶稣呢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九节里面说 倘若你一只眼睛叫你跌倒 就把它弯出来丢掉 你只有一只眼 尽如永生 强如有两只眼 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还有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里面说 倾心的人有福乐 五章二十八节 心怀这个奸淫 看到妇人呢 心怀奸淫的人呢 也是奸淫了 心你怀的 这根本呢 也是奸淫 出自同样的根 但是约伯呢 他说不沾望处女 他这样去立约 是多么洁净的内心呢 还有约伯呢 与自己立的约 他是避守的人 人呢 人呢 在决定什么的时候呢 都过不了三天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 比如说 明明知道酒和烟呢 有百害而无一利 想要恰决断 想要戒烟戒酒 但是呢 却不能够戒不了 信仰人当中呢 也说呢 每天要做祷告 要补助祷告 一天要读一张圣经 从现在开始呢 不发血气了 和自己立了约 但是却不能够守 有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 还有我们外面的圣徒们 特别是要悔改 要查看的 就是和母者同在的 这个幸福的时候呢 下决断之后 那时间流逝之后呢 那这种决断呢 有很多人违背了 有可能是许愿 他们看到这样的人呢 就觉得那是好的 或者讲呢 我为什么觉得 那个时候气氛是那样 自己许的愿 自己下的决断 那为什么呢 把责任呢 归于教会和牧者呢 牧者说 不要随意的去许愿 不要说气氛那样 那气氛当然是这样 进入新耶路撒冷的气氛 要离其罪 离其奸淫 这样的气氛了 这样的氛围了 那么这样选择呢 是大家的 去选择的 现在后悔了 是自己善变了 要查看自己的 为什么要归咎于别人 为什么要归咎于教会呢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 就和神之间就会有很大的罪强 自己做错了 为什么要归咎于别人呢 特别是有权能 传达生命的花蕴的牧者 去归咎于他 怪罪于他是怎么可以呢 还要充满非常幸福的 充满喜乐 恩典的时候 说这样的那样的 尽忠时间流逝之后呢 就想要现在 想要休息一下 那现在不这样做呢 好像也好 这样善变 那善变 要静静地去 这个善变 要说 要说自己呢 有很多那样的辩解的话 有的人说 以前呢 有属灵的人 那么现在呢 现在呢 随心所欲的生活 那是什么呢 我也想这样去生活 是那样的意思 不能够说那样好 不要是觉得那是不好的话呢 就不会去说这些 我自己也不想知道啊 但是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自己也是想那样生活 才说这样的话 不要去说 有这样的关心这些呢 就是说自己已经善变 改变了 和约伯 是不是相继甚远呢 自己所下的决心 自己所定的呢 他没有摇动 他这样呢 可以自负的 这样去说 但是大家是怎样呢 自己在盲点充满的时候呢 下了决断 在没有 脸的时候呢 又说 找借口说别人如何 不要说自己呢 以亏欠的心 觉得很抱歉 去生活才好 但是服侍这样 反而是呢 抬高自己的声音 归咎别人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 和约伯呢 就有很大的差异了 但是内心里面呢 没有领悟的 很多的恶呢 真的是摄入骨髓 占据着 大家的内心 要知道这些 才能够得到改变 约伯说 不沾望处女 那就是 与自己的立的约呢 他是一定会守的 是这样的人 我们呢 不只说 对别人的 这个立约 对自己 与自己立的约 也要能够去守 有很多的人 周围的人呢 违背了 这些 自己也要去违背吗 那么违背这所立的约呢 是对的吗 不是的 谁爱怎样 就怎样 那我自己走 我自己的道路就好 因为这条道路 是生命的道路 更何况 在神面前所许的愿呢 就一定要守 轻率的许了愿 改变了的话呢 这就实在无视神 那与神之间 就会产生最强 就会呢 有撒旦的控告 有试探的混乱 所以呢 看圣经里面呢 有很多关于许愿的 这个警戒的话语 明初纪三十章二节说 人愿向耶和华许愿或歧视 要约束自己 就不可食言 必要按口中所行的 一切华行 十篇十五篇四节里面说 他发了誓 虽然自己吃亏 也不更改 传道书五扎六节说 不可认你的口是肉体犯罪 也不可在祭祀面前说 是错许了 为何是生 因你的声音发怒 败坏你手所做的呢 当然在神面前 守了自己所许的愿的时候呢 就能够得到特别的神的恩宠 所以充满了 时候许的愿 那如果说打破了这个许愿 有点辩解 那是更大的罪 但是呢 随意许愿 善变 与此相比呢 还不如不许愿了 会更好一些 一定要铭刻在心 开始呢 所许的愿打破了 违背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 要更加努力地过西洋生活 要努力地去尽忠服事 自己许了愿 打破了 那要想呢 福神 赛斯 这样 与神之间的 所立的约 与神立的约 而如果说打破了这些的话呢 在神面前 行得虚假 以这种心地去悔改 此外呢 要寻找一些得神喜悦的事情 来减免自己的这种过错 要快一点地恢复 有这样的努力地去做就好 那看到这样许愿的话语呢 就会觉得非常的扎心 不要说有负担 但是呢 不要说呢 自己随意许愿之后呢 又打破了许愿 不要随意许愿 又查看自己 打破了许愿 违背了许愿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 要觉得亏欠 很抱歉 彻底地悔改 此外呢 还有呢 找得神喜悦的尽忠 和努力 要成就内心的隔离 得以变化 那么这样的话呢 父神呢 就会饶恕你的 接下来的本文 我们看一下 《月博集三十一章二节》里面说 就是说 真妄处女的话 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 从至高权等者所得之业 是什么呢 所得之分呢 是分得的份额 对某些事物的代价 所得的业呢 是在那里面 所结出的丰盛的果子 那我们简单地说呢 就是父亲呢 给儿女们各自分 那他们的份额 那么地里面所得的份 就是所得之业 那如果说是以自己没有守这个 以自己的利得约的话呢 就没有从上而得的份了 约博士这样说的 而说 与眼睛利约 不沾望处女 那如果说是 这个所利得约作废了的话 我能在神面前期待什么呢 是这样说的 那只看到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约博士 拥有了多么正直的内心 各位圣徒们 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要能够查看一下 自己的内心 是否能够守 与自己利得约 在神面前 许的愿也没有去守 但是呢 却希望得到应允 神明节二十三章二十一节里面说 你向耶和华 你的神与的神许愿 偿还不可吃盐 因为耶和华 你神必定向你追讨 你不偿还 就有罪 所以呢 要知道违背了与神 立的约 有罪强的话呢 要在神面前去求 有可能呢 得不到应允 要知道这样的事实 首先要悔改 回头 来拆毁与神之间的罪强 之后再求的时候呢 才会有应允的 自古以来 有承认神 讲着有来世的人呢 就会听着这个 善的良心当中的灵魂的声音 那么就不会行恶 相反呢 内心 邪恶 背弃灵魂的声音的事情是很多呢 约伯虽然说是没有 遇见神 体验神 但是呢 他惧怕神 他最大程度上 遵守自己的良心 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最近呢 这个良心呢 是非常的麻木 信仰人当中呢 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方面 那在旧约时代的约伯呢 他是这样遵守自己的 自己的良心 追求善 追求律法 那我们呢 是领受圣灵的人 我们领受圣灵的我们呢 要不愧为神的儿女 我们呢 要倾听我们内心里面 圣灵的声音 常常要以真理 来守住自己的内心和行为 接下来的本文 约伯纪三十一章三节里面说 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 灾害临到作孽的呢 这句话里面呢 是说人们做错了 就应该遭受应有的代价 是约伯的信念 这也是约伯的正直性 约伯呢想如果说自己呢 犯了错 他也没有说是去隐藏 认为呢 理当要付出代价 约伯呢具备这种 非常好的内心 所以呢 在神呢收集他所有财产和儿女的时候呢 他也能够感恩 看圣经 大魏王也是如此正直的 拥有这样政治的内心 大魏王呢 他在得到八十八之后呢 他想他施展了诡计 以掩饰这个事实 把他的丈夫乌里亚呢 派到前线 死在了战争当中 但是拿丹先知来找到他责备他的时候 说以后呢会有很大的熬炼 那大魏是怎样做的呢 他马上说我对我得罪耶和华了 他不仅是这样悔改了 他没有任何的辩白 没有说神啊饶恕我吧 赐给我躲避的道路 不要让我遇见事当和患难 没有这样去做 最终大魏呢 他以他的罪的报应呢 就是被他的儿子压杀龙追杀 受到百姓誓美的侮辱 非常的羞耻 经历了试探和患难 但是这所有的敖恋呢 都没有想去躲避 他只是以感恩的心 默默地去接受这一切 之中通过这敖恋 大魏呢在神面前呢 变得非常的完全 不仅成为了比以前更优秀的王 在天国也被称为大 很多人呢 行了不意之事之后呢 也不想付出任何的代价 无论如何也要想要隐藏这一切 想要躲避这一切 这是虚假的 是奸诈的内心 如果说有错的话呢 就要彻底的悔改 那也要能够甘愿 接受所随的熬炼 这才是承认认可神的 因此呢 要恶施呢 紧接不做迅骚的成就 迅速的成就 圣洁 不要在自己的合理化当中和变白当中来隐藏自己的话 那就不是真正的悔改 也不能够得到饶恕 那得到劝解的时候也是一样 谁在劝勉你 那好像是承认 但是呢 没有发自内心的去承认 那么 最容易说的就是呢 辩解自己说明这样这样的情况 那么与大卫呢 就是 非常不同的 要说我知道 认可了 但是 对于这些罪的感觉呢 是都不一样的 犯了一些不该有的这样罪的时候呢 然后 这是 发自内心的 是知道这些 好像是 不太在乎 这样的话呢 就不是发自内心的悔改 那么 就不能够得到饶恕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悔改是怎样的 谁在劝你的时候 受到别人责备的时候 自己的内心是如何的 要像大卫一样 是否是谦卑的 将被自己有意安满的心来接受这一切 没有想去躲避这一切呢 要甘愿去接受这一切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 就会 得到没有罪的认可 那如果说发自内心的 要改的话呢 如果说是有 报应的话呢 不要伤心 也会感谢 要谦卑地接受这一切 要是多么值得感谢的事情呢 那么这样的人呢 就能够改变为这样洁净的 清洁的主的内心 如果说是白衣服上面呢 滴下了菜汤 菜汤的话呢 如果说是快一些的洗掉的话呢 就很容易洗掉 但是如果说是白色的衣服上呢 常常了黑色的墨水 过了很长的时间 那想要把它洗净的话呢 就会付出很多的辛苦 要有各种的洗剂 或者是说药物处理 或者是呢 需要各种的水啊 或者是搓揉等等 会付出很多的辛苦 但是如果说是 那个非常干净的这个布料的话呢 就会留有污渍 虽然说黑色的 黑色这个洗掉了 但是呢 它还会有印记的 它就像达位 罪得报应 那它甘愿接受这样的熬炼 那么通过这样的熬炼呢 就连这个痕迹 都能够洗净 那就能够得到 没有罪的认可 这是多么值得感谢的事情呢 那么在每件事上 都能够承认神 只有感恩的条件 那在大家面临的 一些事情的时候 自己悔改了 回头了 彻底的回头 现在呢 不犯这样的罪了 为什么面临这样的难处呢 那没有犯这样的罪 有没有犯其他的罪呢 要查看自己 没有特别的大罪 为什么面临这样的 难处呢 那要对于过去的罪 看达位 那他悔改之后 那从亚三龙那里呢 经受到熬炼 悔改了之后呢 又流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呢 他没有说呢 我为什么去 经受这样的熬炼呢 他就有这样的领悟 指导是 因着自己的罪 所经受的报应 那我在 这个熬炼结束之后呢 神就会赐我 我更大的祝福 他去行善 时候呢 神就赐给他 更大的祝福 自己所经受的熬炼 可能每一个人 都有所不同 那熬炼的性质 是怎样的呢 要有正确的领悟 这也是智慧 如果说领悟的话呢 要凭喜乐和感恩 要能够更加完全 那么就是祝福了 那约伯呢 他遵守了 违背了这人的道理 那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他是非常正直的 但是为什么呢 还这样发出恶来呢 那么现在所说的 那是约伯 这样说的 这一节二节三节里面呢 可以看到 他是值得称赞的 比一般人呢 是超过了众人 但是这样的人呢 为什么发出 这么多的恶来呢 约伯呢 他守了人 该遵守的 做人的道理 但是一旦面临了 极限的患难 他就完全无法理解了 大家如果说 站在约伯的立场上 来想一想 就约伯呢 尊叫自己的良心 没有犯罪 生活得非常正直 失去了儿女 和所有的财物的时候呢 也向神感谢 是这样的程度 守护自己 那这样的守护 保守自己 痛苦呢 却看不到尽头 满身疮痍 渐渐的被人戏消 蔑视 被人看不起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只能够去埋怨神 和追究神 那作为人呢 他守住自己的道理 但是呢 现实呢 却非常的暗淡 完全 无法理解 神为什么允准这些 神呢 不 神希望不只是说 去遵守人的道理 而是要成就 树林的真理 但是 约伯呢 他不能够明白 这种树林的层次 所以呢 直到呢 收取他的财物 和儿女的时候 他能够忍受 但是 他就到了极限 不能够再接受 神那以上的了 但是亚伯拉罕是怎样呢 以人的想法 完全无法理解的 完全没有道理的话语 百岁的时候呢 将立约赐予他的独子以撒 让他陷为凡击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呢 他也没有说 为什么如此严酷的命令我呢 不是说要通过以撒 赐予我凡心 和沙利一样 众多的后裔吗 可是到现在 却怎么说 要将立约的独子 现为反计呢 他也没有这样去追究 善的神 一定会赐予应许的神 此人也能够让他复活的神 他相信这样的神 所以他平喜乐顺从 这样完全的信靠神 顺从神的时候呢 神也是把亚伯拉罕 留为了信心之父 通过他 赐给他了很多的后裔 也是 实行了这一切 还有使徒保罗也是在 遇见主之后呢 向着主的爱 他没有意思地改变 在任何的患难当中 只是赞美神 直到殉道为止 他是不惜生命 去传达福音 而现实呢 遭受了无法理解的 逼迫和难处 那为什么会面临 这样的难处和逼迫呢 石头保罗他没有这样去做 神也是希望约伯呢 成就这样 属灵之心和诚实的心 这信心的差别呢 大家能够明白吗 约伯和约伯所经受的这些 奥练 但是呢 为什么需要奥练呢 因为约伯他的信仰再好 就像刚才所说的 信息的先知们 亚伯拉罕 还有是 不仅是说 这个亚伯拉罕和 石头保罗 丹一里的三个朋友 和他们相比呢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你能够做到的这些 你做到就好 不是说这样的 是在带领他 让他能够变得更好 那比如说像 有一个原始 想要把它切割成 闪闪发光的宝石的话呢 就能够成为几亿 价值几亿的这个宝石 要不然它就是一个原始 只是一个石头 看怎样切割 让它非常的灿烂发光 那就是父神的这种内心 大家能够感受到吗 那对于我和大家呢 也在有所期待 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些吗 所以让我们能够 进入美好的天国 谢了撒冷 那时父神的内心 带领着万民 有的时候让我们 遇见大的风浪 不是让我们去躲避 而让我们呢 去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 让我们能够去战胜 那在平安的时候 去赞美神 喜乐地去 如果说有巨浪的时候呢 又想要躲避 那神不知道神在哪里了 那发现自己了 那赐给平安的时候呢 要能够造就自己成为 更加完全的人 要渐渐地让我们 变成长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父神的内心 各位圣徒们 约伯和大家的内心 大家有没有比较一下呢 我们和 如果说是失去了儿女 和全部财产的话 也没有失去感恩 我们要学习 约伯的这种内心 那也不要想法 面临更胜一场 的熬练的时候呢 不要去 埋怨 也 不要说去 没有办法忍受 神呢 希望 儿女们在时代 怀难当中 也让我喜乐感恩 将自己的一切 甚至不惜生命 去信靠神 希望呢 能够拥有 这样诚实的信仰 我们 如果说 完全理解奸诈 和善变 成就诚实的内心 就会不怕 不惧怕死亡 在任何情况下呢 都能够感谢神 因为约伯呢 是能够成就 这种诚实的器皿 所以呢 神就通过熬练呢 也要让他拔去 这种恶 因此呢 我们要借鉴约伯的面貌 来发现自己 成就 在任何的 熬练下 也要能够感恩 喜乐 战胜的 诚实的心 下面讲结论 各位圣徒们 神不是说 无缘无故的 举于苦难的神 我们一个一个的 来分辨 这约伯的话的话 就能够知道 约伯为什么 只能够经受试探 神 参赞约伯 是存权正直的 那不是圣灵时代 而是旧约时代的约伯 他在敬畏神 在行为 行为上呢 他无可挑起 生活的非常正直 但是 神 对我们 所期望的 水平呢 不只是说 行为上 解禁 而是呢 思想上 内心里面 没有一丝恶和虚假 善变的 属灵之心 进而呢 是充满善与爱的 权力之心 约伯为了成就 这样的属灵之心呢 要通过超越 自己极限的试探 来发现自己 原本的恶而离弃 所以 神呢 就接受了 撒旦的控告 神 在苦苦等待 众多的儿女 成为效法 神 内心的 全灵的果子 并且通过 圣经呢 告诉我们 其中的方法 谢伯来书 十章二十二节 里面说 我们 并我们心中 天良的 魁剑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 洗净了 就当存着 诚心和充足的 信心来到 神面前 因此 要通过话语 和祷告 发现良性的恶 和本性当中的恶 而离弃 成就 唯一填充真理 与善的 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成为 父神的大喜乐 奉主的神面 祝愿大家